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每日新闻关注的是刚落幕的马格达补选 国阵候选人以两万多张多数票大胜 吴统总秘书阿纳都斯里阿斯拉夫就认为 这显示人民越来越支持国阵 也认可团结阵营的合作模式 不再被在野党所谓的分化伎俩蒙蔽双眼 但是伊斯兰党副主席阿玛就说 补选不能当作衡量的指标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 就算国盟在补选输了 大选也能够赢回来 新海峡时报方面 我国每一年因为毒品犯罪支出的监狱成本 竟然超过11亿令吉 那内政部秘书长就提出了五大建议 以为节省开销以及防范罪犯 除了加强执法 强化治疗和康复 提升执法人员诚信 也可以善用先进技术打击走私 同时加强国内外机构合作 防范跨境毒品勾当 新周日报的封面聚焦的是下个月提成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房地部就建议推行昌明首期计划 为21岁到40岁的首购族缴付房款的头款 条件就是购买不超过50万令吉的房子 而且不限制类型 那每间房子的房款首期最多是3万令吉 明天就踏入10月份了 也就是烟草法令正式生效的日子 但是业界就有话说了 他们认为法令没有充分咨询所有利益相关者 而且条文对电子烟液体容量的限制太过严格 所以他们就建议政府给予两年的缓冲期 分阶段逐步落实 这项法令禁止业者出售烟草产品给18岁以下人士 其中就包括电子烟 除了控制液体的容量 商家也不准在柜台展示烟草产品 南洋商报就引述零售电子烟协会报导 业者实际上只参加过一次行业交流会议 彼此没有能够集思广益 所以他们就要求过渡期 不过协会也就强调了 他们说他们不是反对烟草法案 只不过是建议政府逐步落实 打造双赢的局面 同时为业者提供喘息的空间 那我们接下来看中国报方面 除了烟草法令之外 下个月要聚焦的还有财政预算案 中小企业工会就希望政府不要取消 Round95燃油补贴 避免加重企业负担 或影响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中小企业会长陈其雄 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中小企业目前面对的压力依然大 那在经济上也没完全复苏 要是政府决定在明年 让Round95油价恢复自由浮动 他希望政府不要像上一次调整 柴油津贴那样来一场惊喜 凡是请按部就班 否则会推高各行业的营业成本 影响非常大 他也希望政府在来年的财案 继续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奖业 提高本地公司的竞争力 让他们有资源持续拓展业务 并冲出海外 接下来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早上的时段 霹雳、马六甲部分地区 以及雪兰儿、森美兰、柔佛的沿海地带 会有雷暴雨 那玻璃市、吉达部分地区 沙巴、纳敏和沙拉越 大部分地区也会下雨 来到下午时段 恶劣的天气会进一步扩大 几乎全国所有州属和直辖区都会下雷雨 尤其是巴生谷、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 雷雨的情况最严重 只有纳敏天晴 半岛东海岸、沙巴、内陆地区和山大根 雷雨会持续到晚上 纳敏也会在晚上下雷雨 只有北马和布城 还有沙拉越部分地区今晚停雨 其他州属则持续下雨 今天的气温介于摄氏23到32度 3度 0度 1 1 2 3 3 4 5 5